威海 古城威海味 取威震海浆之意 大家好 我是威海的副市长杨丽 很高兴向大家介绍中国最佳滨海旅游目的地 被联合国誉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山东 威海 对于威海 这座中西河壁 内外兼修城市的认识 始于它的高颜值 惊于它的厚禀腹 叹于它的深内涵 蓝天 阳光 海水 沙滩 天鹅 汇旧威海的5S高颜值画面 自带滤镜的威海蓝 时刻刷新着威海的颜值和气质 是中外游客经常打卡的城市符号 位于神奇的北纬37度 这里的阳光很有分寸 和煦而不炽热 在盛夏进行日光浴 也不必担心被灼伤 近千公里的海岸线 从三面环抱着这座城市 仿佛一位母亲怀抱中的孩子 也许是得益于母亲的垂青和怜爱 这里的海水都清清澜澜 透明至极 水质无可比拟 北海的沙滩细腻柔软 如同金色的绸缎 赤脚踩在上面 无数细沙粒会越过脚趾 亲吻你的脚面 进入冬季 上万只大天鹅 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抵危害 在线万景无天碧 一池雪花白的壮美景观 这些洁白的天使 或自在游异 或追踪细水 或隐行高歌 或凌空翱翔 使人如临仙境 流连忘返 分明的四季 造就微海厚重的资源禀赋 春登山 这里有海上仙山之祖的昆鱼山 疑似连接中日韩三国的石岛赤山 古称大东盛进的九顶铁茶山 微海 山不再高 却别有一方人文殊胜天地 下 青海 近千公里的黄金海岸 处处弥漫着浓历的瑜伽风景 走进以石为墙 海草为顶 百年不符 最具交通特色的生态民居海草房 仿佛成为画中人 168座大小岛屿 或欧陆详集 或风景疏离 是海岛风景体验 和寻忧探奇的好去处 秋 采摘 微海是全国唯一的休闲渔业之都 是中国最大的渔业生产基地 年水产产量人均超过一吨 微海还是焦东苹果的主产区 是中国最大的无花果和西洋深的产地 秋日 硕果雷雷 芳香诱人 东 康阳 海泉共生的独特地质 造就了中国最具特色的海洋温泉走廊 斜阴阳 通经络 调气雀 一身心的种种汤匙遍布成乡 在微海 浮生闲日的温泉养生之旅 已被演绎成280多位百岁老人 共同见证的不老传奇 在日出最早的地方 感受独特的城市内涵 微海 历史底蕴深厚 秦始皇东旬至此 探寻长生不老的奥秘 作为道教全真派的发祥地 王重阳 邱楚基曾在此修炼 刘宫岛 是中华民族百年兴衰的重要转折点 甲午海战的硝烟 虽已散去 但民族英雄的血脉 仍然流传 华夏城的崛起 向世人证明了其路儿女 恢复绿水青山的勇气 以执着 微海 一国风情浓郁 室内英式建筑经历百年沧桑 是西风东建的建政 微海 是中国剧韩国最近的城市 在这里买韩货 品韩石 不出国门便可感受到时尚寒流 微海大剧院 演出不断 城市书房 24小时不打烊 这里有雅月 这里有书香 2018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微海 做出微海 要向京志城市方向发展的重要指示 如今 京志已成为微海 着力打造的城市新名片 微海 微海的惊喜 不止于此 微海的京志 带您探索 千里海岸线 地幅山水化 京志城市 幸福微海 期待与您 共享 中国物媒 让万物 开口说话 未经许可